你不知道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 我通常沒有自己出機嘛 現在都是要直接一台再給 好 那我們開始了 洪眼鏡應該是這一絲卡詞當中 用英文最方便跟那個馬正恩溝通的互動 對 有機會 對 這一次有機會跟他們聊 什麼樣的互動 能不能有趣的事情 呃 當然就是 我知大家都很了解他的電影 看過他的作品 我今天在念書的時候 最喜歡他的這個心靈捕手 呃 所以當看到他的時候是很欣賞他 然後就希望有機會能夠跟他多聊 但是其實拍片現場大家其實蠻敢的 就大家還是蠻專注的 我也會 其實我也蠻喜歡觀察 所以這些演員他們的工作的習慣 他們確實是非常的專業 也非常的 呃 人非常的好 就是說 基本他拍完以後 他就也就很安靜的坐在那裡 準備他下一個鏡頭 他也不會離開 也不會離開任何的 讓我們去找 通常會去廁所 不過他就坐在那邊慢慢的等 然後我們拍戲的時候 他也會幫你搭詞 呃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還是 都是為了可能 呃 想把電影拍好 然後都是為了想 呃 參與這一次 Grey Wall 這個 這個這樣的商業大片 再加上他們也非常喜歡 他只要一模導演 所以 呃 要求彼此之間互相搭戲 我記得有一場戲就是 我也要幫他搭 搭詞 然後 我就想說這個 那等你們一線好萊塢演員 應該不會笑唱 我就故意逗他笑 結果他居然笑唱了 然後我就想說 啊 他也就NG了嘛 因為我就 因為我就是故意 看看他會不會笑唱 結果他真的笑唱 我就覺得他非常可愛 然後人非常的nice 你們被導演罵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種規模的片子 還在那邊刷包 對 然後我也可以跟他聊 他們都聊 就是他們對於 呃 華語片啊 這種類型他們喜歡什麼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於 就興趣相同的時候 其實沒有任何隔閡的 嗯 對 你今年就有六部片子上映 嗯 值跟亮要怎麼兼顧呢 就 其實很難去兼顧 就不用去 我覺得有時候去想那個 亮跟值都不是我 我的第一的想法吧 我都比較直接是 我現在這個年紀 剛好去年有機會碰到一些 我非常欣賞的導演 還有 喜歡的角色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 把它排好 嗯 然後所以在想的時候 就是說 呃 可是時間上 怎麼樣去準備 就別的自己得 花更多時間 所以就基本上沒有自己的 私人空間嘛 就是一步接一步 然後 但是我也覺得 嗯 你 呃 拍多了 你可能會有一種 心情是比較疲憊 疲勞 然後你會覺得 你會選到一種方式是 啊 接下來可能你會想要休息一下 再準備 一個 呃 更有挑戰 所以我覺得 每一個時期的我 都是處於一個 體驗的狀態 像去年 拍了六部 今年 大家很多看見的 還沒看到的 都是 呃 花非常長時間去拍的 嗯 下有陸涵 黃 黃俊凱 嗯 那你算中生代 那你算三個 generation 對 你怎麼看的 當中的同跟不同處 呃 我覺得 呃 嗯 嗯 就是這一部戲呢 有太多太多的優秀的演員 然後 我相信大家都是奔著導演 來拍的 還有一個就是 很難得有個機會 有這樣的題材 對吧 中 我們中國的題材 或是 這個 這樣的元素 呃 然後宋朝 有一個無影君 但是其實出去 講的是一個怪物 嗯 然後你要讓全世界相信 這樣的東西 這樣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們在拍的時候 其實都希望大家把自己的部分做好 嗯 然後我覺得自己 也就不知不覺道的 像你說的終生代 我以前沒想過那麼多 反正就一年 反正是一個好詞 哦 我就 反正就一年 就盡量把每一個戲 把它拍到自己 呃 喜歡的狀態 我覺得我現在還蠻 享受就是現在的狀況的 就 當下 做好該處的就行了 而且這是張一萌導演 第一部 好萊塢電影嘛 對 對 這個是沒有在計畫之內啦 就是說 我現在 覺得 呃 當演員 唯一的一個最幸福的事就是 你可以體驗很多的人生 還有之外就是 發現其實健康也挺重要 還有時間其實很難去分配 我們其實大部分 大家覺得很忙很辛苦 但其實我覺得更大快時間 我們是放假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不拍戲 你有大量的時間是自己的 那怎麼樣去安排那個時間 我覺得 現在覺得時間很重要 我覺得不想讓我們 想去學一些東西 甚至跟表演沒有關係的 旅行啊 或是學學畫畫 這些東西我都覺得是可以讓我 可以放鬆的東西 對 那如果說像去 呃 別的像去好萊塢拍 最近是有一些 呃 offer是 我覺得不錯的 呃 然後我也希望 有機會的話我可以做到 但我覺得現在還沒準備好 然後我希望自己可以 再努力 然後再有更好的角色 希望角色是可以 最主要是吸引我的 好 我的時間也到了 謝謝 謝謝 當然